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养这方面 我们在最后的一个时段 要跟大家来谈一下 关于肺癌的治疗 以及我们对肺应该怎么样的做一些保健 我们再请国医师跟我们来 这里来谈一下 就是说在肺癌治疗这方面 你明天带来一张图片 就是说在早期方面是怎么样治疗 我们可以看这个图片解释一下 好的 肺癌的治疗主要是根据肺癌是什么期 如果是早期的话 早期的话是属于完全可以用手术治愈的 如果病人能够 就是他的身体状况还好 然后其他的就是各个肺的功能 就还能够 基本上能够让病人能够承受手术的话 一般就是手术治疗是最好的办法 手术的话 它是要一切就要切掉整个一片 还是说可以切掉一小块 可以吗 还是一切就要整个一块 最好的呢 因为右边我们有三个肺炎 左边呢是有两个肺炎 如果你把整个的叶切除以后呢 就是癌症的复发性要低一些 低好些 所以呢 现在的话就是最好的是呢 如果你能够把那一叶切除是最好了 当然我们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能够承受 切除一个叶 有的病人是他已经切除了一个叶 或者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他不能够再切了 所以呢 也可以就是你就只切那小块 就好像上面左上角的那个图 就是一个很小的一片 右上角的那个图呢 就是说也是就只是部分切除 但是就切的没那么多 然后左下角呢 就是说你就切除肺的上叶 就你就把整个叶把它切除了 因为在不同的叶之间有隔膜 如果你把那整个叶完全切除 这样子就是留下癌细胞的可能性 就非常的小 这样子就是成功率 就是存活率要更高 然后右边呢 就是你就就是整个的右肺切除 这样呢 就是在一般在病人做手术之前呢 所谓的就是外科医生都会要病人 做肺功能检查 然后看就是你的肺功能有多好 就是说如果你切除那一部分肺 你然后还能剩下多少肺功能 你一般要要有足够的肺功能 剩下来它才会做手术 对对对不然的话 切除了这个肺不能够工作 那也很辛苦 那活着就会也很辛苦了 对确实 那这边你还提到有一个关于立体定向放射 这是下一张图面 可不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一张图面的意义 然后我们再讨论一下这个中期晚期的治疗 好吗 好的 好的 因为虽然说早期肺癌最好的是用手术治疗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做手术 然后也有病人就坚决不愿意做手术 或者有的病人是因为年纪太大了 或者有很多别的疾病不能够不能够做全麻 他们那些人不能做手术的话 现在的话可以立体定向放射 是属于一种比较新的放射技术 它就是结合立体就是三D 立体的技术和放射两种技术结合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 就是那肿瘤的一个点 还有肿瘤旁边的大概一到两厘米的那个点 它也可以得到很高量的放射 然后对旁边的组织损伤很小 如果是E7 如果是最早的EA7 五年存活率也有90%以上 是非常有效的 就是用这种治疗方式 对 所以这个就不必开刀了 对不需要 这就属于一种第二种选择 第二种选择 因为肺要开刀也是不得了 就是比起心脏 对对 因为心脏我们说开心手术 这个要开 那肺的话也差不了多少 也是要 对它一般是在边上开 在边上开 对它一般是边上开 在边上开 那了解 不是从正中间开 不是从正中间 好的 那了解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假如是在比较晚期一点 像中期的这个治疗 你也带来了这个一个幻灯片 给我们大家看一下 就这个方面 给我们大家做一个讲解 好不好 好的 中期肺癌呢 就更加复杂 中期肺癌呢 一般就是你光做一种 就可能不够 当然也有少部分病人 能够做手术 但是大部分人呢 不能够做手术 因为要么就是 这个肺癌 不太晚了一点 就是它要 这个肺癌已经长得到 很多别的器官 你不能够把所有的 全部都切除 是 所以呢 大部分的中期肺癌呢 最好是就是 做化疗和放疗 然后放疗呢 大概16个星期左右 每天 每天做一个剂量的放疗 化疗了大概 很多人就是一个星期一次 就是 它都就通过静脉注射 化学药物 化学药物 就是同时进行的 就在这个阶段 同时进行 对 对 同时进行的不是 不是同时在那一分 不是同时 那个小时进行 对对对 就是在那个时间段里面 在那个时间段里面 也许哪一天是做 对对对 这个化疗 哪一天做 做放生的治疗 是是是 只有这个方式 因为没有办法做 开刀的手术了 对 那在更晚期呢 肺晚期的就是说可能第三期 第四期了 你也有带来了 对对对 给我们一个讲解 对对对 我们在这个方面也可以让大家认识一下 对 如果是到了第四期呢 那就说明肺癌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了 那就说明呢 你很可能在你的血液里面有癌细胞 这样的话呢 如果你只用手术或者是放疗 那些都是局部治疗 它对你这个全身的癌症 没有什么太多的效果 所以呢 就是对晚期的肺癌呢 也就是第四期的肺癌 治疗呢 主要是化疗 化疗就是通过静脉注射化学药物 这样子它可以通过血液循环到全身各地 可以伤害癌细胞 然后在近些年呢 有一些新进展呢 就是有分子靶向药物 它主要是对某些群体的病人 他们有基因变异 他们对某些药物特别敏感 像有些亚洲女性从来没有抽过烟的 他们有这种EGFR基因变异 然后这些病人呢 他们就通常呢 就对这些分子靶向药物就比较敏感 然后治疗效果呢就要好很多 所以对那些病人呢 他们就最开始就会吃分子靶向药物 在美国上 这就是吃药 就是吃药了 那还有没有化疗呢 他就不需要化疗 连化疗都不需要 对他们一般就是吃药呢 可以把他就是把他的病情稳定好一段时间 有可能是八个月 有时候是两年时间 每个人不一样 然后在那个时候呢 病人可能需要化疗 OK 但是你也提过 就是说在第四季晚期的话 那个五年存活率的只有2% 是不是非常低 所以那在这个 那是不是最近医学发展能够 你想后的未来会有把这个 提高这个存活率的可能呢 还是目前来讲还不是很乐观 就只要到了晚期肺癌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随着科技 就是医学的进展确实 因为现在还有很多临床的 临床的研究 最近的就是免疫治疗 还有我觉得这个比例会逐渐的增高 但是不会很快的增高 但是会逐渐的增高 会逐渐的增高 我想也是大家医学界的这些研究 对对对 是能够做得更好一点 那就是关于肺癌筛选CT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 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我想你也带来了一张幻症片 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好的 在最近几年呢 有美国的就是研究就发现 如果对那些高危人群进行筛选 对他们就是做 就是每隔一年做一个CT 你可以就是说诊断肺癌 可以诊断得更早 因为肺癌最重要的就是存活率那么低 主要是大部分人在诊断的时候 已经是比较晚期的肺癌 如果你就是诊断是早期的肺癌呢 其实存活率不是那么糟糕 所以呢美国最近呢就批准了用CT扫描 筛选那些高危的人群 然后呢当然总是有人会担心 哎呀每次我做CT会有辐射 所以这个是低辐射 这个又是低辐射 对低辐射一年一次 这个高危人群呢在目前定义就是说 有55到74岁间 因为肺癌大部分时候还是就说 因为都是属于长期抽烟 都是年纪越大就越容易得各种各样的病 然后抽烟呢就超过30包年 就是30包年就是说 你抽每天抽一包抽30年 或者每天抽两包就15年 每天抽三包就是十年 就是十年的人 好的对这些人是高危险群 对对对 还有戒烟没有超过15年 对对对 算是高危险群 对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还在抽烟 那肯定是属于高危人群 你已经抽了30包年 然后还在抽烟 然后呢就是目前呢就是一些研究 就是证明就是说 如果你已经戒烟超过15年以后呢 因为你的肺呢就不断地在修复嘛 然后在不断地在排除那些 那些坏的物质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 如果你已经戒烟超过15年以后呢 那你可能就是你的 就是患肺癌的危险 不会比正常人要高很多 是的 就是这个原因 好的 我们还最小大概两分钟的时间 我们谈一下肺癌的预防好不好 我想大家戒烟这个一定是 大概不用讲 大家都知道戒烟 那还有几项呢 我看最后一个幻灯片里面也解释 好的 我们看一下 戒烟呢当然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就是被动吸烟 就是有很多人没想到 像你的家人如果吸烟呢 或者你工作在一个环境里面 你的同事在吸烟呢 这些都对你都不好的 然后呢就是厨房油烟 这是一种特别是对亚洲女性 因为我看到很多 我妈妈是每天做三次 炒菜 这样就是很多的厨房油烟 所以我们家是 是一定是要买那种工业型的 那种排挤酸 这样子就有很大的麻利 这是华人的饮食习惯 我想这也是 所以你一定要找到这个平衡点吧 也不能说哎呀 现在只能就每天就是吃真的西南花 其他就是健康饮食多断了 对的 非常好 我想这个肺癌是不容易觉察的 有时候到觉察到就比较晚了 所以我们就是要注意我们的环境 这个希望有新鲜的空气 不要到这个污染 特别炒菜 这是我们中国人 这个习惯里面 我们要特别了解到的 能够去预防掉 今天非常高兴 请郭医生跟我们来谈一下肺的功能 然后怎么样肺的健康和肺癌 我们怎么样去注意去诊治 非常谢谢你到我们节目来 谢谢你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仅仅晚生的时候 我要跟大家特别再报告一下 我们再过一段时间 下礼拜就是美国的感恩节 在感恩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推出了 每年一度的冬一捐助 冬一送暖这个节目 我们希望乔介的朋友 你看到了这个 我们这个呼吁的时候 能够把家里干净 不用的冬天的衣服 能够送到光颜社 就是在文化中心的二楼 以及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的中国教会 送过去那边 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愿神祝福您和您的一家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